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 我们先来讲解一下关于高24.1的部分 就是19世纪中期以前的朝鲜 所以这部分呢,主要是在介绍朝鲜半岛的古代史 那如果我们想要考究一下朝鲜半岛上的人 跟这个中国的历朝的朝代什么关系呢 可以追溯到商朝的时候 那商朝的时候呢,一个叫姬子的人呢 就带着他的遗民,就是留下来这个人民 就迁居到朝鲜半岛去 所以叫做姬子朝鲜 时间是在公元前一千年到公元前一百四十九年的时候 那古代的朝鲜人呢,他们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 所以随着这个姬子的迁路呢 就创立了说的姬子朝鲜 就在商朝末里的时候 那姬子就率领着英朝 英朝就是商朝的遗民 遗留下来的人民呢,先去到朝鲜半岛去 所以也带来了汉字 所以这样直接把他们的汉字给带进来了 就等于是一个很大的汉化的一个程度 那另外呢,到汉朝的时候呢 在公元前一百零八年的时候呢 在朝鲜半岛北部有设立了四个郡 就是产生所谓的勒浪文化 就是从考古的角度来看的话呢 就当时候勒浪文化是属于部落的社会 那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 那朝鲜在中国历代来说的话 都是属于中国的繁蜀 那右手边这个呢就是姬子的像哈 那如果我们根据朝鲜半岛的古代史来做个分歧的话呢 可以分为这四个时期哈 A三国时代是从公元前57年到668年哈 就有三个国家出现高沟里 这边呢不念高局里,念高沟里哈 百级和新罗 那这边呢我把这个新罗变成红色 是因为新罗就是在三国时代的时候呢 最后他就完成了统一整个朝鲜半岛哈 就完成了所有的统一,所以变成红色 那接下来第二个时期就是B 后三国时期 后百级后高沟里和新罗 这边之所以加上个后字呢 因为是要表现出后高沟里跟高沟里是不一样的哈 那后百级跟百级是不一样的两个不一样的政权哈 第三个时期就是西高黎王朝也被称为王氏高黎 因为是姓王的人所开创出来的哈 从918年到1392年为止哈 那这个时期是所谓的朝鲜王朝 也叫李氏朝鲜 因为是姓李的人所开创出来的哈 一个新的朝代 所以从1392年开始哈 那在讲解朝鲜半岛的古代史的第一个分歧的之前呢 我现在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哈 这边呢我是把整个政治史和文化史的部分呢 把它做个结合哈 所以讲起来的话呢是比较顺一点哈 我这样子认为哈 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一个阶段呢 这个第一个分歧叫做三国时代哈 就是有分为三个国家高沟里新罗和百级 三国时代的这个划分呢 是从公元前57年到668年的时候哈 就出现了三个国家哈 高沟里新罗和百级 那我们配合右手边的地图来看的话呢 你们发现到说哈高沟里的这个面积呢 再有大部分的面积在北方哈 南方的部分呢 分为两个国家 南方的东边就是有土黄色的新罗 西边呢就是有绿色的百级 就形成了三国鼎立的那样的局面 所以叫做三国时代哈 当时候呢 汉字已经变成了官方的书写体哈 但是呢 只限于知识分子和高官才可以去认识汉字 所以普罗大众是不能够去学习汉字的哈 那儒家思想呢 也传入了他们把孝的观念呢 推广到忠君和爱国哈 就说你要对这国王非常的忠心 那爱自己国家 那早期的朝鲜半岛传统信仰叫做赛满教 是强调巫师通灵的 要直到四世纪下半年的时候呢 佛教才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朝的出家人 把佛教传了进来哈 成为当时候高沟里和百姬主要的信仰哈 那后来高沟里的出家人呢 生人在把这佛教传入了新罗哈 那最后呢 把这佛教的发扬光大 就当然是新罗了哈 那文学方面呢 就出现所谓的新罗花廊 那是什么东西呢 新罗花廊就是说非常俊美的少年 他们就好像日本的武士 哈 一样要去学习武 然后呢 要懂得一些文学哈 要有一些教养哈 那他们还有一些出家人 就所谓的出现了所谓的香歌 那这出家的香歌呢 就是主要是宗教性质的祈祷的诗歌 后来变成诗歌的一个格式哈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哈 第一个部分呢 我们就要介绍三国时代的高沟里哈 是在公元前37年到公元68年 在隋朝的时候呢 我们正在中国水面念到哈 这个非常荒淫无道的隋阳帝 他曾经三次非常野心勃勃的三次远征高黎 那远征高黎的高黎是指高沟里失败 到唐朝的时候呢 被称为天可汗的唐太宗呢 他也尝试去讨伐这高沟里也失败 所以可见呢 高沟里还是有他的这个军事的地位在哈 在当时候呢 卢家思想呢 已经非常的盛行哈 甚至还是隶属于的太学 就是国家级的教育机构哈 就传授卢家思想哈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地图当中呢 就是唐太宗统治的时候呢 高沟里已经是自成一国了哈 所以在地图当中你可以看到 这朝鲜半岛上所写的高沟里哈 就已经存在了哈 在这边哈 就是框框起来部分哈 那在三国时代所出现的 第二个国家就是百季 从公元前18年到公元660年 当时候呢 百季所扮演的角色呢 就是在魏晋南北朝 传播中国文化的根据地 所以呢 他是说这个中国文化影响非常深的地方哈 那另外呢 他也与当时候的日本大和国交好哈 那百季也派学者技术人员到日本去哈 就是有这样子的 就是学问的一个这样子的交流哈 那在儒学方面呢 他设立所谓的五经博士 所以呢 是属一个非常汉坏的地方哈 那三国时代到最后呢 是由新罗完成了统一整个朝鲜半岛 当新罗完成统一的时候呢 也可以说是三国时代的结束啦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来介绍一下关于 新罗和唐朝的爱恨情仇哈 在660年的时候呢 新罗和唐朝曾经合作 先后把百季和高宫里给灭掉 那时到唐朝在这两个地方就在百季和高宫里呢 是里所谓的安东都富府来管理哈 随便配合这一遍的图来看的话 虽然自己有点小 但是没关系 还是可以明察看到 那是在朝鲜半岛有个安东都富府哈 那后来呢 新罗竟然生变了 他竟然反过来联合高宫里和百季 反过来对付这个唐朝发动所谓的罗唐战争哈 是由那时候的新罗国王文武王 他的名字叫金法明所发动的哈 所以就如图这如图所示哈 就是他的画像文武王金法明哈 那直到668年的时候呢 新罗才可以说是完全统一了整个朝鲜半岛哈 在三国时代的三国当中呢 哪一个国家跟唐朝的关系呢 最为密切 那首属就是新罗了哈 新罗是在公元前57年开始建立到公元935年为止哈 在经济方面呢不管是政府所推行的朝贡贸易 还是民间贸易都非常的兴盛哈 甚至那时候的唐朝 甚至还为这个新罗的商人设立所谓的新罗方 就是新罗商人的居住区哈 还有设立所谓的勾当新罗所哈 就管理机构新罗管啊 管制出现了新罗院是他们的居住的旅店哈 那当时候的这个新罗呢 也推行所谓的唐化运动 实际上是模仿唐朝的文化非常的深刻哈 在八世纪中叶的时候 所推行的 那么从这四点来看看里面的内容哈 第一点呢 新罗会派遣留学生到唐朝去 参加唐朝进士课的科举考试 如果考中的话呢 还可以留任在唐朝当官哈 崔之远就是个例子哈 崔之远本身不是唐朝人 他是新罗人 但是他考中了就在唐朝这边当官 他也是一个诗人哈 那第二点呢 推动这个罗唐战争的文武王 他名字叫金法敏 也曾经仿效唐朝的这个规定 来制定他的行政组织哈 引进的科举考试呢 作为选拔官员的制度哈 第三点呢 七世纪末的时候呢 新罗的学者叫薛冲 创立出的立斗 这边不是念读念斗哈 是用朝鲜的汉字书写形式来表现 就是说你看起来好像都是汉字 那每个字你都认得词都会读 但是呢 他的书写方式是朝鲜的固有的形式哈 就比较我们难理解的部分哈 在第四点呢 当时候呢 儒学在七世纪的时候呢 还派遣留学生哈 用儒教来治国哈 那只要通行这个儒家的五经三世 就可以当官 所以非常重视这个儒学哈 的发展哈 那刚才呢 我们有提到说高高鲁的出家人呢 把佛教传到了新罗哈 所以到七到八世纪的时候呢 新罗可以说是佛教的全身时期 当时候呢 王权就利用佛教来巩固他的政权 所以盖了非常多的寺院哈 虽然造成了寺院遍布的情况出现哈 另外呢 也有一些出家人被派遣到这个唐朝去学习哈 其中呢 有一位学问生 生就是出家人嘛 他的法号是慈藏 他回来过后呢 告诉朝廷哈 这唐装实在长得太美了 太好看了哈 所以呢 就得到到时候的统治者哈 贞得女王的认可 就下令唐服为新罗的服装 所以呢 你们看到哈 这一手边呢 不管是男生女生还是女生的这个服装呢 就长得非常像唐朝的服装哈 像唐装哈 其实呢 它是属于新罗的服装 受到它的影响非常的大哈 在朝鲜半岛上呢 所出现的第二个时期 就是所谓的后三国时期哈 就是在九世纪中叶的时候呢 出现了三个国家 后百季 后高沟里和新罗 三个国家当中呢 唯有新罗 还是之前的那个新罗 但是呢 后百季和后高沟里 都是属于新的政权 因为 基本上呢 没有多说 所以我们也不要赘述哈 所以先把它给跳过去了哈 那第三个呢 出现在朝鲜半岛的时期呢 就叫做高黎王朝 也被称为王室王朝哈 他是在918年开始建立到1392年为止哈 高黎王朝也被称为王室王朝哈 是由姓王的人所建立起来的哈 是由王剑所建立起来的哈 刚开始的时候呢 933年的时候 王剑派遣使者到后唐去朝贡 后唐是什么政权呢 他就是在唐朝灭亡过后出现的五代十国 其中的一个政权哈 后唐 所以后唐呢 就封这个王剑为高黎的国王 因此呢 高黎样子的国号而得名哈 所以呢 这个王剑就后来就被称为所谓的太宗 到936年的时候呢 王剑就完成了统一整个朝鲜半岛哈 在治国方面呢 是以儒家思想来治国强化中央集权 所以中央有权利去委派地方上的这个乡立哈 就是说乡地方上这种乡村的这种官吏哈 另外呢 也利用了两班贵族有分为东班和西班来进行统治 那所推行的就是科举制度来选拔官员哈 在儒学大兴的这个政策之下呢 出现很多这种所谓的儒士 让我们看一下第一位就是海东孔子 他名字叫做崔聪 因为他创立了思学就好像孔子一样哈 所以被称为这个海东孔子新闻教嘛 另外呢 在十三世纪末的时候呢 大学是安享在陈军馆 就当时候的太学讲授朱子学 朱子学就是这个理学的思想嘛哈 所以呢 朱子学呢就后来在高离后期的时候呢 变成了显学很重要的学问哈 所以呢 有一位叫做郑蒙周的人呢 他就被称为朝鲜理学的创始人哈 那他所推行的就是众儒义佛 重视儒家思想 重视理学哈 意义打压的意思 佛教的发展哈 所以他是主张要去打压佛教的发展哈 那另外呢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的话呢 佛教刚开始在高离王朝的时候呢 是非常被推崇的哈 当时我统治者呢 会新建很多的寺院哈 佛塔 甚至呢 还把出家众就出家人呢 甚至是比照科举考试的制度哈 被搬于什么呢 升阶 连出家人也有阶级哈 所以呢 就会被封为是国师王是这样的称号哈 当时三世纪的时候呢 高离王朝就是被蒙古人给入侵了哈 所以那时候呢 他们就雕印了 阳迪救国的高离大藏经哈 这样子大藏经呢 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哈 但是呢 到高离王朝末期的时候呢 就出现了所谓的 崇辱义佛的现象 就推崇这个礼学哈 打压这佛教哈 那史学方面呢 出现了金富士所写的三国史记哈 他是仿效中国的正史的体制来编写的哈 另外呢 还有就是生依然哈 出家人他写了三国仪式 从民间习俗神话传说的这个角度来说写的哈 这样子的史书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来介绍一下高离王朝的对外关系的整个历史发展哈 刚开始的时候呢 女真主所写起来的个金呢 非常的强大 他先后把辽还有北宋给灭掉了哈 所以高离只好向他称臣哈 那至于宋朝呢 跟这个高离王朝的关系呢 是比较 和睦的哈 就是说他们彼此之间呢 除了有朝公贸易之外呢 还有民间的贸易哈 那另外呢 宋朝有把他的技术 包括了雕板印刷术哈 字词的技术 还有学术的著作都传入了高离哈 但是呢 到元朝的时候呢 蒙古人多次的征战高离哈 甚至呢 把高离的太子王典哈 这个典字呢 我打不出来 他是有个单人旁在左边的哈 所以大家抱歉一下哈 王典 被送到了蒙古冲淡人质哈 后来呢 就被这个忽必烈把他送回到高离这边呢 登记为元中哈 但是呢 这时候的高离呢 就在1258年的时候呢 已经沦为是元朝的繁蜀了哈 甚至呢 到1280年的时候呢 元朝在高离呢 把势力变成是真东行省哈 是属于这元朝的部分哈 开始统治的高离长达80年之久 另外呢 那跟日本的关系呢 民间的贸易是非常兴盛的哈 到公敏王时期的时候呢 因为倭寇猖獗 倭就是日本人 寇就是海盗 日本人的海盗非常的多哈 为了扫荡这个倭寇呢 出现了一些名将 其中呢 包括了李承贵 李承贵就是后来这一例所谓的李氏 朝鲜的这个李承贵哈 那另外呢 我们在文化上来介绍就是这瓷器的工艺 非常的高超哈 就是所谓的高离金词哈 他是用所谓的 相看法哈 所以有镂空的部分非常的漂亮哈 另外呢 科技方面呢 就是有金属活字印刷术呢 就是有把字本 白云和尚操入佛祖直指心体要结哈 把给印刷了出来哈 是属于世界上最古老的金属活字本哈 这是他的成就哈 在古代史当中呢 在朝鲜半岛上所出现的第四个时期 也就是所谓的朝鲜王朝哈 也被称为李氏王朝哈 是在公元1392年的时候所建立起来的哈 朝鲜王朝呢 也被称为李氏王朝哈 所以顾名思义呢 就是由姓李的人所建立起来的哈 是由李承贵所建立起来的哈 他是在1388年的时候呢 发动了兵变为华岛回军 然后成功过后呢就自立为王啊 定度在汉阳 后来改名字叫做汉城 就现在的首尔哈 所以呢在1396年的时候呢 李承贵改国号为朝鲜 那朝鲜这两个字呢 是由大手创立明朝的明太祖朱元璋所奉给他的哈 所以呢就从此以后叫做朝鲜了哈 到1446年的时候呢 世宗他名字叫做李陶 就颁布了续名正英 就创意所谓的燕文 就现在的韩文哈 所以呢使到妇孺可以快速掌握读写能力嘛 所以连小朋友啊 小孩子还有女人家 都可以可以快速的掌握这读写能力哈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改革哈 那画像当中这位就是李承贵哈 接下来我们谈一下这个李氏朝鲜的政治的方面哈 第一点呢 土地进行的私田改革 什么意思呢 就是重新登记全国的土地 将不分的这个私田的分为官员去耕种哈 那公田呢就是由农民去耕种 让国家有一些猪可以收哈 这样子 在治国方面就是用儒家思想来治国哈 就分为中央政府方面呢 分为义市政府哈 就属于中央最高的政务机关 决议国家大事 那在下分为六朝哈 六朝就是有点类似于隋朝的那个六部一样哈 一样的内容哈 立护礼兵行公六部 只是说他把六部改成六朝一样 那地方上呢 有地方政府哈 全国分为八道 那各地的政府机构呢 就是有类似于这六朝的六房分任这样子的政务哈 所以呢 地方上呢 就是分为这样子的单位 道下来就是周 周下来就是府 府下来是郡 郡下来最小的单位就是县哈 那官制方面呢 就采用这个唐朝的科举制哈 分为文科武科和杂科哈 考什么呢 考四十五经 尤其是诸子学哈 就是诸式的理学哈 那后来呢 这诸子学就变成了官学 就是一定要学的哈 所以出现所谓的理学家 由黎晃 黎尔哈 后期还出现了金氏智用的 这样子的实学 这样子的学术的出现哈 那非常不幸的哈 李氏王朝呢 曾经出现非常长期的党争哈 被称为识货这两个字哈 那怎么形成的呢 是在十五世纪中后期的时候呢 土地兼并加剧社会矛盾激化 所以两班归族阶级当中呢 出现了党争 分为两派人哈 一派是拥有田产政治特权的 这样子的熏旧派 另外一派呢 就是代表乡村地方的士林派哈 所以在1498年到1545年当中呢 熏旧派总共发动了四次的政治斗争 来清洗士林派 所以清洗士林派呢 他们也不甘示弱哈 就摆回一层哈 在16世纪后期的时候呢 掌握了实权 但是呢也非常不幸的 他自己在分裂为东人党和西人党哈 结果长期的党争的结果呢 就是使到这个李氏王朝走向了衰弱哈 那接下来呢 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李氏朝鲜的社会方面 这样子的结构哈 实行非常严格的社会等级制 因为风行诸子理学的这样子的学说之下呢 产生这样的想法 一种就是宗族家长制 非常强调家族的制度哈 就是以雪原为中心 社会组成的基本单位就是家族 那如果你的家族呢 你的宗族呢 是非常高贵的 你就要把它给保留下去 另外呢一个就是强调名分 名分就是说身份地位的差别 如果你的身份地位跟我的身份地位不一样的话 我们两个人不能交往哈 所以造成那时候的两班贵族呢 非常重视他们的族谱 不但是要考据他们父亲的族谱 他们父亲的家世 也要考据他母亲的家世 是否是清白是否是贵族哈 那另外呢 在这个诸子理学的这个提倡之下呢 提倡所谓的五轮哈 仁智礼义校 那在服装方面呢 他们会规定哈 平民你不能穿得很妖艳 不能穿得很鲜艳哈 你应该穿素色的衣服哈 所以白色为主 平民一般上只能够穿白色哈 所以呢 我们看一所编这个金字塔哈 就是当时候整个社会结构哈 皇族两班贵族跟士大夫 就所谓的统治阶级哈 他们的整个身份地位呢 是世袭的 那用婚姻呢 来维系他们的嫡长子才可以变成皇族 嫡长子还可以变成两班贵族和士大夫 如果是素子的话呢 就要降一级变成了中人哈 所以两班的素子哈 他们只可以变成中人了 第二个阶层了哈 那中人只可以从事技术性的官制 比如说当衣官 单翻译 你不能就是当大官就对了哈 技术性的这种官制你可以去做哈 那第三阶层就是所谓的良民 所谓平民百姓哈 分为农工商哈 他们必须要承担赴税 但是不能当官哈 那接下来最社会最底层呢 所谓的白丁白丁就是屠夫 还有贱民哈 就包括了什么职业的人呢 包括了官币 仓妓哈 立足 艺人 巫师 他们不能有自己的姓氏 也不准认识字哈 所以呢可见呢 当时候呢 还是整个社会的风气非常保守的哈 李氏朝鞋的经济方面呢 就是以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为主哈 在17世纪后期的时候呢 因为农耕的进步哈 粮食大产产量大增嘛 所以呢 蔬菜人参跟烟草都可以对外卖了哈 那对外方面呢 跟明朝女争竹哈 就是这个金这个国家 还有日本呢 都是有朝贡贸易 还有民间贸易的往来哈 所以呢 图片当中上面就是人参 下面那个就是烟草了 李氏朝鞋跟西方国家的往来呢 主要是靠明朝做一个中间的桥梁哈 所以从明朝呢 引进西方的知识和文化 包括了地图 望远镜 自明中 天文学 还有天主教 所以呢 拜圣母马利亚的天主教呢 就从中国这边 在18世纪末的时候呢 传进来了 收到当时候失忆的两班贵族庶民百姓奴婢和建民的欢迎 因为天主教强调的是平等的观念哈 也因为这样子呢 在1785年的时候呢 李氏朝廷的朝廷呢 就开始下达禁教令 但是没有进行残酷的迫害 因为天主教挑战了家父长治的社会秩序哈 伦理道德 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的规范呢 被挑战了 所以呢 他就禁教了哈 就不让他再传了哈 但是呢 矛盾的一点是 仍然是委任这天主教徒呢 来当官员的哈 那李氏朝显对佛教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因为当时候呢 有部分的出家人生活非常的腐败 所以遭到了朝廷的压制哈 所以使他这个佛教呢 就走下了坡哈 变成了民间信仰哈 在李氏朝鲜的文化的最后个部分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文学史学 还有科技方面的成就哈 那文学方面呢 出现所谓的歌词和时调 那最早用燕文来写的小说 就是许君所写的鸿吉铜传 那庶名小说有春香传哈 史学方面呢 有两部著作哈 就是朝鲜王朝十路 国朝宝剑哈 在瓷器方面呢 以朝鲜的白词为著名哈 分为有纯白乳白和灰白 所以让瓷器长得非常漂亮哈 另外呢 在医学方面呢 出现所谓的医圣哈 朝鲜的医圣 他就写了东医宝剑哈 这主要是把中国的中医呢 还有朝鲜的传统处方呢 把给集合在一起 算是一部综合性的这个医书哈 所以出现所谓的东医的出现了 就是传统的这个朝鲜的医学哈 那最后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发生在李氏王朝的这场战争 叫做任城战争哈 是发生在1592年到1598年为止哈 总共有七年之久哈 这市场怎么样的战争呢 是当时候日本的封城秀吉 他想要联合李氏朝鲜来出兵攻打明朝 谁知道呢 被拒绝了 因此恼羞成怒哈 就是来攻打这个朝鲜哈 发动所谓的清朝战争 那我们都知道历史是人写的嘛 所以呢 站在布宏的角度呢 这样子一场战争呢 有布宏的名称出现哈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对韩国来说哈 这场战争发生在任城年 所以叫做任城战争 那因为他们是被人攻打了嘛 被人欺负了嘛 所以叫做任城卫国战争 也被称为任城倭乱 倭就是日本人哈 日本人来来乱他们就叫倭乱哈 但是呢 站在日本的角度来看的话呢 他的名字就长得不一样了哈 叫做什么呢 文禄庆场之义 或者叫做朝鲜真法哈 那当时候的明朝 他的这个称呼是什么呢 就把上战争叫做万利朝鲜之义 也叫做万利元朝战争 就是在万利年间发生一场的 援助朝鲜的战争嘛 嗯 那这样战争呢 虽然说明朝两次的援朝哈 就是明朝曾经派兵两次来援助这个朝鲜哈 最后呢把这封城秀吉给打败了哈 但是呢 却改变了三个国家的政治形势哈 那首先我们来看哈 明朝因为东北地方的军事力量被削弱了哈 所以呢他们就是忙着要对付这个日本嘛 所以东北的地方呢 他们就忽略了哈 所以使到女真主呢能够壮大起来哈 最后呢就入主中原哈 今天是新的朝代就是清朝了哈 那对朝鲜来说的话呢 是人才两师哈 他很多的田旗互策呢 文化典籍呢寺庙都被毁掉了哈 那对于日本来说是好事哈 因为他掳走了很多的朝鲜的陶瓷技术的工匠 好大量的这个书籍呢 可以说是促进了日本的生产发展 还有思想文化的进步哈 那我们这个小节就介绍到这边为止了 好谢谢拜拜